我们继续来下一个题目 是否只要是修学佛法的人 都可以知道这个宇宙的最大秘密 难道不修学佛法 例如靠科学探索 就不能知道这个秘密吗 请老师 不好意思 又要谈英国了 不是说修学佛法 就一定可以知道这个秘密 修学佛法只是那些因缘条件里面的一个 最重要的还是在福德 所以如果说你 只是说登记然后到某个道场去修学佛法 然后回家了以后还是一样舞照跳马照跑 然后吃喝拉撒等等 坏事还是干净的话 那没用 因为那只是表象的 你登记要修学佛法 至于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这样做 没有人看得到 所以所以回归到最根本的还是在你的因缘是不是具足了 然后修学佛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缘条件 许多的因缘条件其中之一而已 所以没有保证的要看自己 看自己的福德 那如果说不修学佛法的话 那可不可能透过科学的探索来得到这个秘密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佛法里面 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佛法的话 对于纯确的科学探索 科学探索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只看物质 它只看物质 心理性的怎么样怎么样子会影响 它看不到的 那既然你科学的探索 都是在以物质上面的现象 或是物质上面的仪器去测量 都是依赖物质才能做科学探索的话 你就探索不到心理这一块 那你所用的工具不对的话 怎么可能会能够探索到 这个宇宙的最大的秘密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理智 谢谢 佛法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佛法是佛所说出来的法 佛它有一个定义 它是宇宙间没有异法不知 所以这样才叫做佛 才究竟了知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或者是这个世界 或者是三界 那个定义的大小 无非就是两样 一个就是物质 一个就是精神 那别的不说 说我们个人来讲 身体的部分就是精神跟物质 那精神的部分 它是属于心法 在佛教的名字叫心事 这些都是属于精神面 另外一个就是物质 物质就是色法 那如果说五印来讲 又叫民色 或者是色受想行事 色是色法 其他这些都是精神部分 当然包括新手法 新手法也归射于心的部分 因为物质之外就是心法 用这样会比较 大家容易听得懂 那科学家 他为什么就从物质这边去研究 因为物质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物质 所以它有商业利益 有很实在实际的东西 但是你物质一直研究 研究到尽头 它一定有一个尽头 那尽头的起源 一定是跟心法 跟精神有关系 它一定会走到这条路 那你随活之后 随得久一点的人 你会发现 那心法 透过心手有法 然后可以去什么 一切最深刻 以此相应刻 二手现领固 物质的这个色法 是心法 透过就是精神体 透过心手有 有变形有别境 这些东西等等 贪神之漫尼这些 心手有法 它才能够二手现领 但是这个是佛法 是从心这边下手 心去统设一切法 但是你在物质 一直研究 一直研究 研究到最后 它不会是无中生有的 物质法 它不会无中 那个物质不昧定义 就已经有讲出来的 物质不会无中生有 它现在只有说 对现有的物质来讲 你在怎么分解 分解到后来 它的质量 它是不会变的 叫物质不昧 或者物质所恒 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那到后来 物质从哪里来 那一定是跟精神体有关 要不然我们这个人 为什么要两个部分 为什么要有精神 要有物质 那我们如果纯粹是物质 我们精神体 没有办法好好使用 那变植物人 对不对 然后死亡就变成尸体 所以那个精神体的部分 变成很重要 但是佛教 你看佛经里面记载 诸佛要成佛 都是三大阿僧奇贼 动不动修行 它不是几亿年 都是几万亿年这样算 那当然他们累积的成果 就非常久 那现在磕水 也只不过百年 或者两百年 近代磕水 所以它终究是时间很短 那如果说能够长期研究 那个科学家研究物质到后来 它一定会跨越到去精神体去 就物质跟精神体 到底是两个是什么关系 那那时候即使 即使是一直研究到精神去 只要是真理的话 那就是佛法 即使它挂的民事 我不相信佛法 它还是佛法的范畴 佛法研究的范围 就是整个宇宙没有异法不知 对不对 所以宇宙最大的秘密 干脆就直接 现在佛已经都讲好了 答案告诉你了 我们现在就做这些洗题 跟着以前谁磕水叫做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继续水洗 那这个宇宙最大的肩膀 就是佛 你不去站 你偏偏从那个最矮小的 所谓信在科学一两百年的 对不对 你从那边当然 没有办法像佛法 对整个宇宙的了解这么多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悔谱 我们今天来听这一场演讲 那还是得是跟佛 佛法有相应 对啊 才会说物质的法 我觉得不能够完全解决我的问题 我才会想要 另外一个精神面的部分 就是心对我们个人的心的了解 那后来你就发现 这个心的话 来解释很多现象 都可以看得通啊 我本身随会计啊 我很喜欢用统计的东西啊 西方科学就建立归纳跟演绎嘛 归纳就是统计啊 现在又叫大数计嘛 好不好用 好用啊 对不对 所以学习佛法是真的能够了解宇宙秘密 很容易 那当然啊 你要找到宇宙秘密 就是第八四如来这样 如来这样 有法度 无形无形嘛 对不对 又穿越时空啊 好用是好用啊 我就是找不到它 其实每个人呢 日常生活啦 或者是说我们的各种 造的各种业啊 通通跟佛法不离开啊 所以你看啊 大家佛法用背得比较快啊 三界为心万法回事啊 如来这样能生万法啊 这些生剑这些生斩转 这些都背得很熟啊 但是你真正要去实践 你要有科学家精神嘛 你要怎么样 用自己的身心做实验啊 我们身心就有物质啊 有精神体来做实验啊 那你去做实验就什么 就叫参禅啊 对啊 参禅嘛 就是参禅啊 参禅就是参禅到死来分去啊 对不对 没命没日啊 这样好不好 好啊 参禅啊 自信一处嘛 对不对 那个意识把它挂住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以前有一参 丛林对不对 一进去 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参不到禅 它会得到什么 参到定啊 因为日丝 日业收拾 都是在想那一项啊 这能够不生不昧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就这样参啊 参一辈子啊 好不好 好啊 来不及做坏事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哦 大家还是要随习佛法会比较直接了当 你从这边之后呢 就等于是高速公路 那你从磕水这边也没关系 慢慢来 对不对 也好啊 但是 如果是 同样是 佛法的计算单位 都是几节几节 都是几万亿年来做单位 表示这门磕水哦 佛法的这门磕水已经几万亿节了啦 无死以来嘛 那我现在磕水还是几百年 还是小朋友 所以这门磕水可以 大家慢慢熬哦 但是总有一天 会跨到佛法的领域里面去随习 以上报告 好 谢谢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但都殊途同归 答案都在讲这个第八诗的 这个真实的事实 所以这个真实的事实 是不是可以反复的去验证 一定是可以去反复的验证 在这个可以反复验证的过程当中 科学有没有办法去帮忙呢 科学是不是也在求真呢 说起来科学跟佛法 确实都有在求真实的这件事情上 有同样的部分 很可惜就是科学本身 它的方法不到位 它没办法真的能够就近的了解到 这个宇宙的这个大秘密 所以要了知宇宙这个最大秘密 如同两位老师所说的 修学佛法是最好的途径 但是反过来问 修学佛法就一定可以得知 这个宇宙的大秘密吗 未必 因为需要有一些 与前提跟条件 也就是要那个圆 那如同林老师在上课所讲的 想要正确地了解到 一件事情的真理的话 需要有三个层次 刚刚有认真的听老师的讲 第一个要相信 第二个要理解 第三个要清正 所以说说要修学佛法 是不是要有相信 第一个要有真的善知识 作为引导 如果没有 走错路那怎么样 那可就是很麻烦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要理解 既然是修学佛法理解的内容 我们要知道这个宇宙的大秘密 一定是修学书胜的大圣法 它才会有目标步骤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求 证得这个宇宙的大秘密 而不是只是单纯在求 自我解脱的二圣的小法 那再来说清正 那跟侯老师讲的 我们要清正这个佛法 是不是要在自己的身心上 做实验 所以不是单单修学佛法 说我来上上课 听听做做笔记 乃至于做做研究 就可以的 倒是一定要去加以去实证 才是我们佛法真实的道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